自功夫明星李小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武术后,不少外国人都迷上了中国武术,意大利人唐茂安这是其中的佼佼者,如今定居在上海的唐茂安,也是拥有数百名学生的中国武术师傅,近日记者前去探访了这位武林高手。 唐茂安告诉记者,最初走上武术这条道路,一是因为母亲喜欢中国文化,二则是自己小时候太过好动,而一开始学习,打拳,战装后,中国武术的魅力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他。 武术让我平静下来,练功的时候,我什么也不想,只有练一个小时,两个小时,十几个小时,每天练,很快武术成为我的生活。 由于国外深入了解中国武术的人不多,18岁那年,环穿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,唐茂安第一次探上了来中国的旅程。 18岁的时候,我妈妈给我一个生日礼物,来中国的飞机票,她也非常喜欢中国文化。 那个时候,我有很奇怪的感觉,因为我觉得中国是我的归宿。 在中国待得越久,唐茂安便越喜欢中国,她便访老一代中国武术大师,从其会面与学习中获得更多知识,经营自己的功夫,并试图将这些知识翻译成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,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武术。 我在和别的朋友一起翻译一些理论,可以用正当的方法和语言解释一下很晦涩的概念。 你说天神合一,开门前伤,一道气,七道行,好像很固,但是理念是什么意思? 一般的外国人不同,所以要用可水简单的语言去翻译。 在唐茂安眼里,武术不是用来逞凶行恶,更多的是培养一个人的精气神。 真正的武术不是去打家,别人都叛逆,都崇拜你,不是。 练武术的目的是对自己,每天要身体和思想比作健好,要练外面的身体,也要练里面的东西,内外都需要。 如今,唐茂安已经定居在了中国上海,和他的中国妻子一同走遍全国拜访武学名师,将他们的声音带到欧洲。 唐茂安的事业也早从中国武术延伸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,也是意大利传统功夫协会副会长的唐茂安,致力于将真正的中国文化深入传播到欧洲大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